那個一條口香糖賣一百多塊 那根本就暴力 感覺就是詐騙集團 你要買紙巾 濕紙巾嗎 我不要不買 不行 你一定要 你不行啊 你這樣 那你覺得還好嗎 在台灣 常見的聖誕者從事的工作 少之又少 不乏就是公職行政人員 賣呱呱樂啊 或是開採電行 或是 路邊賣口香糖日用品的 而這種賣日用品的 叫什麼 叫接賣主 當一個做人意的人 走過來向你推銷 一條口香糖一百塊 你會想 太誇張了吧 你會覺得 這個錢花的值得嗎 是詐騙集團 還是愛心勒索 你不好奇嗎 今天我們將深入 接賣主的工作 一探究竟 要不要 買東西 要不要 買東西 你快點去給你看啊 我會 我會 我還在調試我的心理壓力 賣個東西都很辛苦 你現在更辛苦的地方 你不客人看我們的臉書 要買紙巾 是紙巾嗎 他走過來給了我五十塊 然後拍了我兩下肩膀 我大概知道什麼意思 辛苦了 妳好 要買 我不要不買 不行 妳一定要 不行喔 我以前在租 不行這樣 我給妳一個 會用到 牙線棒 好 隨便妳 謝謝 謝謝 加油喔 謝謝 加油 我要去買那個衣服 我不用 我不用 沒關係 那妳覺得 還好嗎 就是過了那個心理障礙 我覺得就還好了 那今天我們從 白天賣到了晚上 也差不多結束 我們今天的一日體驗 但我們今天體驗的時間 只是他們的 三分之一的工時而已 翔哥收工囉 好 回來了 然後我們來算一下 今天賺了多少錢 一千三百五十 這是今天的薪水嗎 七百塊 其實這也不叫薪水 這是你 辛苦工作 我辛苦工作的薪水 那很感謝 鍾哥今天讓我們體驗 這七百塊 我們就捐給 鐵惠 對 好 那我們就代表誰的工作 其實不錯 這體驗是相當的不錯 藉著這麼多年來 其實我們也希望說 夥伴們他們在跟客人互動 不只是就是說 會增加他的收入 其實我們最主要是 讓他不用再這樣子 那麼膽怯 還是希望大家 不管是有沒有關照我們的生命 還是能夠多多的 跟接賣者做互動 三十四 二十五 有 用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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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